喜欢吃甜甜的民众有口福了 人际甜甜名店进驻了复合式商场 推出一系列快闪活动 人际蛋糕有口感酸甜的草莓饱和 还有招牌红茶奶酪 下个礼拜还有来自日本神户热销的半熟起司蛋糕 一个是千云有找 因此在活动第一天 复合式商场的来客数就增加了两到三成 这是我们的招牌红茶奶酪 唐宁伯爵红茶丼加上奶酒奶酪 散发迷人茶香 另一个笑脸饼干中分割 简单的面粉奶油鸡蛋 加上72%黑巧克力成为店内招牌 琳琅满目甜点 从咖啡厅进驻复合式商场快闪活动 甜点控看了忍不住 有人一口气买了三个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草莓 然后鲜奶油也不会太腻 对 吃起来都不错 也有觉得每一个都非常想吃 不知道吃哪一个 可能会都买这样 不光是这些和台湾商场携手快闪的 还有马拉布学堂洋果子 招牌血果泡芙 酥脆外皮 馅料扎实 一个只要88元 Milting Finger的马卡龙 一个100元不便宜 但多层次口味 掳获甜点爱好者味蕾 另外日本神户热销的 半熟蛋糕名店 爆浆半熟起司蛋糕 CP值高 在日本年销10万个 夜来商场快闪 在莱克的部分 光是这一两天的状况来看 就相较于 还没有办这个活动的时候 人数有成长2到3圈左右 去年台湾烘焙业缔造600亿元商机 光是甜点就占了150亿 看着市场无论海外或国内店家进驻百年